今天是中国首个国家公祭日 其实从1994年开始 江苏南京就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 举行祭奠哀悼仪式 但上升到国家层面 今天是第一次 有人说设这个国家公祭日 是不是针对日本啊 这个设想有点把日本说得太重要了 设立国家公祭日 表明的是中国人反对契略战争 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 同时这个日子也重在提醒我们自己 每个生命都弥足珍贵 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 必须让自己强大 这样才能保护和尊重 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从某种角度说 设立国家公祭日 是以人为本想法的另一种表达 沉痛祭奠之后 我们更该多思考一些 今后我们的路该如何更好的行走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当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上空 在江面 在陆地 全部轮船汽车同时鸣笛 红灯亮起 行人停住 时空在这一瞬间凝固 在战争悲剧发生77年后的今天 古都南京再次沉浸在悲痛之中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天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中国首次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 国家公祭鼎也同时揭幕 从今年开始 每一个12月13号 都将作为国家公祭日 铭刻于国人心中